但是那個穿綠色外套的弟弟 家長一定要把他抓好 不然否則你就會發現 你的小朋友越走越遠 跟那翔妹妹一起走掉了 那我們剛剛講過除了耳牌之外 耳牌上面大家自己觀察一下 還有一些數字對不對 這些數字其實就是他的名字 新一農場總共有400隻羊 每年的春天又要生100多隻的小羊出來 我們如果把每一隻羊都給他起一個名字的話 光寄這些名字我們就要寄到已經發瘋了 所以沒有辦法 我們就在這個耳牌上面直接給他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就是他們的一個名字 甚至你可以從這些數字當中 可以知道說這些小人的爸爸媽媽是誰 他的爺爺奶奶是誰 他們都可以由這邊來知道 但是很快的我們同學們 剩下最後兩隻羊就完成他的工作了 掌聲鼓勵一下我們竹林中學的同學 張同學完成了他的一個任務 還好他黑羊群不關起來 每次夾到一次頭 所以同學們再給你的同學 再次熱烈的掌聲鼓勵一下 他完成了他的一個工作 當然大家可能會講說 就是今天你有帶一個牧羊群